那我们继续 今天该讲第二章了 第二个module是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主要讲信息系统 这一章的内容呢 有点枯燥 占的分值也不是太多啊 占10% 学起来呢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抽象啊 尤其是你如果是对IT不熟的话 怎么说呢 我们平时其实你都在用 但是你可能不会从理论上去这么想 比如说这里边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哪些是operational的information 哪些是strategic management的information 你可能你作为财务你都提供了 但你不会去想我提供的这是什么信息 对吧 可能会比较觉得会比较抽象 反正考试嘛 那我们就按照教材学 这一共是看样 一共是四个部分的内容 一共是四个部分啊 第一部分呢 还是就是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提供信息 我们得知道人家有什么需求 是吧 谁需要我们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信息系统 做了一下分类 information system 那么现在一般都是IT系统嘛 是吧 手工的很少了 再有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啊 作为management of content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还有最后一部分 就是关于upgrading的问题了 你要换新的系统啊 升级啊 这些呢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啊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eview这一部分 有几个概念啊 我们需要知道 知道就行啊 你不话也没有关系 对我还要再重复一下 我上次课忘了说了 这种话说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highlight那种啊 比如我用黄色的那种highlight 是一级的大标题 然后下边呢 可能用红色会circle的 会圈起来 或者是用方块框起来的 这就是二级标题 或者更小的关键词啊 什么的 但是我一般如果用圈圈着的呢 就是个词 或者是一标题而已啊 但没有什么 不太重要的啊 但是是个关键词 然后呢 下边的横线是对他的解释 但如果画的方块圈起来的那种呢 就是他本身就是个指示人 就是这样的 反正就这么几种 上次我没说 这次提醒大家一下 就最好按照我的这样的去画 有的我看有的同学全都画上横线 就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啊 好 先看几个词啊 什么叫data 什么叫information 什么叫knowledge 知道吗 数据就这些roll information 或者是什么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 比如说你的客户的数量是多少啊 你的销售额是多少啊 你的销售量是多少啊 这些都是叫data 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不能够给你什么信息 而information呢 是我们进行处理了之后 我们可能找到了 我们的收入增长是多少啊 我们的这个各种财务比率是多少啊 这就告诉我们了信息了啊 有information了 而knowledge呢 是你从中通过这些信息分析 你得出来的这个 你的这个精神层面上的 获得到的这些信息啊 intellectual analysis 简单的知道就可以了 这也不会是考点 然后我们来看 第一个part one part one 是说我们的information啊 有这么这个 这个stakeholder啊 我们的信息的使用者 帮助他们干嘛 做信息决策 对不对啊 做相关的决策啊 那我们的这些 stakeholder有哪几种啊 那么他们需要的信息是各自不同的 我们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呢 那我们要从人家的需求出发 人家需要什么信息 我们给人家提供什么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 信息 这些stakeholder啊 他有什么需求 那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些user 包括external的和internal的 有哪些 那么external的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说上有一张表啊 这张表我们看一下 external的没有那么重要啊 internal的我们会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external有哪些 比如说community啊 你的creditor啊 你的shareholder啊 shareholder也是external 啊 就customer 什么government investor supplier啊 等等 这些都是外部的信息使用者 那么他们对信息呢 有不同的需求 这个呢 你愿意看就是简单的去看一下 不看我们也知道 其实啊 那么internal的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 首先board of director 以及sineer management 那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啊 他们需要信息算什么 这些关键的管理层 他们决定的是公司的发展方向 是吧 是我们 用我们这门课的话 讲就是这些 strategic的decision 对不对 那么他们需要的信息 可能就比较高level的啊 然后呢 我们可能仅仅提供财务信息 是不行的啊 我们这些信息 要经过高度的加工整理啊 概括 然后给他们 而对于那些什么sales marketing呢 他们需要的是和销售有关的信息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customer的相关的信息 算给我们列出来了 customer的retention啊 acquisition啊 profitability啊 每一个客户 比如我们地区啊 按客户的大小进行分类啊 他们的profitability是 profitability是多少 对吧 比如说某一个 某一类客户是不赚钱的 不赚钱 我们的业务经济量的就 慢慢的就砍掉了 对吧 还有关于production的 logistic的啊 什么finance的啊 等等 这些啊 内部的外部的 信息需求是不一样的 总之我们的一个理念 就是不同的信息使用者 有不同的需求 那么内部的信息使用者呢 我们是要知道 他们有哪些信息需求的 后面我们还会讲啊 我们会具体的讲到 我们提供哪些信息 去满足谁的要求啊 这个一类信息是满足谁的要求的 那一类信息又是满足 满足谁的要求的 好 那么来看一下 management of content 在这呢 我就把这词画一下就可以了 下边给我们列出来了 你也没有必要去记啊 大概的看看就可以 包括什么 我们提供这些 我们要给financial content提供信息 你想到了吗 我们作为management of content 我们要给financial content提供信息 他们做财务报表 做对外的财务报表啊 可能用到一些内部的 我们管理会计上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他做分布报告 那么他当然需要知道 每一类客户的收入是多少 每一类客户的销量是多少 那需要我们给提供 下面 关于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一点呢 也是额外的一点内容啊 我们简单的知道一下 我们前面是不是提供 提到过CSR啊 还记得吗 关于CSR 我们主要报告的是什么信息啊 我们在 Iseqs里提的是吧 这这门客也提到过 上次客也提到过 他主要是从哪个 从social是吧 从environmental来提供啊 以及employee啊 对community local的影响 那我们的管理会计啊 也要从这方面来提供 相应的信息 下面再看 bigholder management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 有这些信息需求是吧 然后呢 这些人啊 我们给他做一下分类 我们的时间 既然我们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啊 我们资源也是有限的 那我们满足 先满足谁 后满足谁啊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同等对待 是吧 那我们要对他进行分类啊 这块给我们提到了一个 stakeholder grade 跟我们从两个维度啊 四个相线来分 那么哪些人重要 哪些人不重要啊 重要的我们要 首先满足人家的需求啊 看他的interest和power 首先他得关心 他感兴趣 他关心这个信息 然后呢 他有没有能力来影响我们 他有权利 比如说我们的董事会 董事会要什么信息 我们能不给吗 你可能不太好拒绝是吧 high power high interest 啊 有哪些 那么这些就是这些关键人员啊 叫key player 他可能manage 我们的这个 cooperation是closely的啊 比如说我们的董事会 我们的senior management 那么还有一类人呢 他是很感兴趣 但是呢 他没有权利 这一般是我们的外部 外部信息的使用者 或者是我们内部的一些 比较低level的这些人 比如说一些employee啊 他可能也很感兴趣 但是呢 我们可以不给的 那我们是要keep informed 我们后面会有例子给大家看啊 会有例子看这些 每一个 每一类的stakeholder 还有一类 叫low interest high power的 这一般会是什么人啊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不太小 普通员工 对 普通员工有可能 是不是啊 有可能啊 普通员工也有可能 是有high power的 比如说你是专门的某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sales吧 我们的sales 你对某一类信息 你对sales相关的信息 你是有power的 但是他可能跟他的利 个人利益相关 不太那么密切 他可能就不是很感兴趣了 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后边马上就有例子看啊 然后再有就是一些大部分一些普通的很低级的员工 一些外部的使用者 他low power low interest 反正我也不关心 都发工资就行 就这样几类吧 然后这块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挺好的啊 他说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上市公司啊 他现在想干嘛 要把现在当地的这个manufacturing plant给关掉 关完了之后呢 去找一个更便宜的地儿啊 去开新的工厂去 要做一个这样的决策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management of content 我们要跟谁商量 我们要给谁报告相应的信息呢 会影响到哪些人呢 都哪些人想了解这件事啊 employee肯定要了解 是吧 我们当地的community可能也要了解 我们搬走了不给他交税了 是不是政府也关心啊 还有谁 我们的股东关心是吧 director关心啊 我们的sales关心 对吧 我们的员工是不是也关心呢 员工是应该这个时候 跟员工的利益是挺大的了 对不对 我们要搬走了 他就得就得给他开了 对不对 一些生产一线的员工是吧 还有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会不会关心啊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们那些 我们那我生产那些产品 要从很远 比如从海外要运过来的 是不是会不会增加他的成本呢 是吧 这些都是他关心的 那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下 简单的分类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分了 这我们只是一个例子啊 看啊 不一定所有的都是这样啊 你拍是什么信息啊 什么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cheap player啊 他既是high interest high power的都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的board of director 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 他都是high interest high power的 senior management 比如stock exchange stock exchange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对股票交易所啊 还有什么shareholder啊 financier啊 customer啊 然后还有一类是什么呀 就是下边的这一类啊 他呢 是很关心 但是呢 影响不太大 不能给我们施加太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当地的supplier 我们搬走了 肯定不从他那儿买原材料了 是不是 他就失去一个客户 这个赚不了钱了 他当然关心了 但是我们搬不搬 他说了不算 还有employee是吧 可能被裁掉 还有呢 就是这种low interest的 但是有high power的 就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说我们的sales employee sales employee他会 他会怎么样 他搬走了 我们工厂搬走了 但是我们的客户没有走 是吧 对他其实影响不太大 他不是很关心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当地的什么government 没有不受影响的这些employee 没发现谁 你说这里啊 你说这例子吗 还是 只是没提而已 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都提到 这只是举例而已 前面讲的也是 仅仅是举例而已 那像creditor的话 他不许是那种 high interest high interest 很low 有可能啊 我们搬走了之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 欠他一笔钱呢 那我们搬走了之后 比如我们这工厂要卖掉 那对于这个creditor 他关不关心 我们是不是要提前还他钱呢 我们还还是不还呢 我们卖了之后 把这钱都拿走了 到时候怎么还他这钱啊 他不关心吗 他也可能关心 就开具体的情况吧 我们这种 这个题啊 最多也就是选择题 这块的知识 就综合题里 肯定不会出这种题的 我们这一本 这一章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客观题 在综合题里边 最多最多 也就是一个小位 但你见不到的 可能就会很大 下面看risk management 对于stakeholder来说 我们怎么样管理 人家的风险 什么叫风险 我想问问大家 我们这本书里 没对风险给一个定义 但什么叫风险呢 损失钱 对损失钱是风险 导致了结果 uncertainty 对对对对 这是关键词啊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影响你目标实现的 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是你的风险因素 那么我们如何衡量 一个风险的大小 我们老说 哎呀这件事风险太高了 那件事 哎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可以做 那怎么怎么判断呢 什么怎么判断风险高 还是风险低啊 有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个是probability 我给大家画上了 你画上横线 probability和impact probability就是 它发生与不发生的可能性 impact是什么 发生了 导致的结果 就这两件事 结束 决定的 比如说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楼吧 这个楼倒了的可能性 楼倒了是有风险的 这楼有可能倒的 对不对 楼倒了之后呢 怎么办 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比如这房子值1000万 那倒了之后 就一分钱不值了 对吧 假设它就一分钱不值了 这是损失是不是 我最大的损失是1000万 但是导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百分之零点零零几 对吧 所以这风险是很低的吗 我们从这两方面来考虑 有的事 有的事 发生的概率很大 但是结果 影响的结果呢 不是影响不是很大 那我们也不说它风险高 有的事呢 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是结果是很大的 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也认为它是风险高的 对吧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一个风险的高低 那我们在判断风险大小的同时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 opportunity cost 我们要考虑opportunity cost 什么叫opportunity cost 大家都知道是吧 那我们就不再解释了 这块关于风险的管理 我们要知道这个风险 是从两方面来定义的 那我们具体的还是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觉得挺好 所以给大家看了 我们考试的综合题里呢 不会考 我们不能 我不能百分之百说 肯定不考这一部分内容啊 这个我们就不去管它 就是你考试的时候 见到的综合题 跟这道例题是很像的 它不会你 我们书上也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其实跟考试差的是很远的 它给你描述一个情况 也描述的也不清楚 然后东拉西扯的 告诉你的答案呢 你看着也模棱两可云里雾里的 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道题就不是这样的啊 这道题跟我们考试特别像 你看他前面描述了一个情况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标题 它是说 Evaluat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stakeholders 就是想评估一下 stakeholder的information needs 那么什么情况呢 这是一个大的公司 叫DRC 是Nationwide的 它卖什么东西啊 我们其实我们不用管它 这些东西 它的customer呢 是用这个online portal select and pay 就给淘宝似的 在网上销售 然后它有什么问题 这种啊 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看这个例子 考试的时候遇到综合题 我们要先看问题啊 先看它问你什么 然后你读例子的时候呢 你就去找相关的信息 第一遍你就 第一遍你肯定要把例子 全部都读下来啊 然后呢 你再去有针对性的去找 那我们先看 它有什么问题 它这个 这个是给的 这块的例子啊 不是考试题 所以它没有具体问我们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道 如果这是考试题的话 我们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它有什么问题 你能发现的问题 它一定会最后问你的 从第二个 我们开始看 这个DRC 它 the board of directors 由什么人构成的啊 由三个independent member 还有三个呢 是senior executive 有三个独立懂事 三个执行懂事 是吧 然后呢 这个board has only ever been interested in monitoring financial results for operating to reporting for reporting to shareholders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的董事会的职责是什么呀 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代表股东的 对吧 维护股东的利益的 还有是什么呀 公司的management 公司的这个performance 你是不是也要负责呀 那你不能给股东报告什么信息 你就关心什么信息啊 那公司经营业绩怎么样 你不关心吗 你得管啊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他的board 你从他说话的口气上 你就能发现他的问题 他想 他想向你表达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这board 他关心的信息不够 他只关心一方面的信息 经营信息 他不关心 那不行 再往下看 DRC has always been been a sales sales and a marketing driving company with territory manager located in six different regions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他有六个不同的地区 然后呢 the business profitable 是赚钱的 但是后边 sales growth has been lower than target sales一直没有达到我们 sales growth 一直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啊 那考试了可能 就会问你 你给提供点建议吧 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让你写三条 就三分 然后 the central purchasing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function is expected to satisfy customer orders with 24 hours of receiving the order 这是还是介绍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recrues and trains large number of casual employees 他找的是什么 临时工 对不对 找临时工 可能就会有问题 unskilled 这就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unskilled 然后导致最终的结果 是什么呢 least stuff take customer order pick goods and assemble them for dispatch 然后呢 awaiting transport to customer 但是后边问题来了 abs absenting them and staff turn over 是problem 这些人首先他是unskilled 然后呢 经常的缺勤啊 经常的辞职 这是不是问题啊 导致我们最终的服务质量 肯定是跟不上的 对不对 这也是问题 其实看这些 你就这样读下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呢 考试 考试的时候啊 肯定会问这相关的问题的 下面这几句我们不看了 我们直接看 最后啊 这个CEO 直接从 从 看不起 就你书上也有 107 这一段我们从第二行开始看啊 这个sales and marketing director 这个director 他来干嘛 sit on the board 他是board的一个成员 sit on the board 大家知道啥意思是吧 不要认为说在那坐着啊 with the CEO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EO CFO 还有这个marketing director 是三个执行董事 他们呢 constantly critical of the company's ability to complete due to out of stock out of stock 是啥意思 知道吧 经常缺货 然后呢 peaking hours 还有就是delivery delay 那么这些问题 导致最终的结果 是NPS reduced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这个NPS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它叫 net promoter score 通过它就是来衡量 我们的客户满意度的 一个指标 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客户满意度 一直一直在降 是不是啊 这就是问题 这四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作为management 的continent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哪些信息 我们现在是站在 information user的角度 来考虑的啊 这些stakeholder 那么哪些人是相关的人员啊 对于这些事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事 都哪些人是相关的人员 board of directors 肯定是 是吧 senior management 肯定是 相关的employee 是不是啊 也是 sales manager 是不是啊 division manager 是不是啊 也是啊 这些人都是 那我们给他进行一下分类吗 board of directors 什么senior management 这些肯定是你的key player 对不对 power interest 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 直接看我们 这个给我们的答案就可以了啊 high interest low power的有谁啊 比如说我们的pursing warehousing logistic HR 这些人都是属于基层的工作人员啊 他的工作就是这些 他肯定是关心的 我不能说关心不关心啊 是对这件事的影响大不大 对不对 对这件事有影响的 但是他有没有决策的权利呢 他没有 我们让他怎么干 他就怎么干 但是干的好 干的坏 是他说了算的 对不对 好 是不是会好好干 然后呢 不太关心的 谁要 比如我们书上给的这个sales and marketing geographic business unit manager 就是我们那些region 我们不是有六个 还是四个region吗 六个吧 地区的那个manager 他可能不太关心 反正也不影响我的收入 还有就是employee employee呢 既没有power 他也不太关心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件事能够分析出来有这么多的stakeholder 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一下分类 我们作为管理会计 我们先满足谁 后满足谁 然后我们书上后边给我们答案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叫丁香 好像是 我这没有单独拿出来一页啊 在我们书上的 就这 这表的下边 这张表给我们列出来了具体的需求了 我们就不再看了啊 你可以自己回去再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 他的具体的需求 然后我们书上的这个表的最下边 对 这个表的最下边 108页 给我们列出来了12344点 这是作为管理会计 他提出来的建议啊 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跟我们的答案 跟我们的考试也是很像的 就是考试比如说问你 给提几条建议吧 你就可以从这里边挑出来几句话 放到放到上面 不用写这么多啊 你就写关键的几句就可以了 就是几点吗 123你也列出来123就可以了 就是就是这样的 答就是这么答案 你考试看到的例子就跟这个是很像的 大概也就是就是这 这么多字吧 差不多 好 然后下面呢 有几个例子啊 我一般不会让大家看出人的例子的 但是这几个 我给大家画上的 你需要你看 一个是2.1 你回去自己看一下 看一下 还有2.2 自己看一下 其他的就没有了 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